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5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啊 好像身边骑自行车出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除了骑共享单车和普通自行车以外呢 各种装备齐全 骑着公路车 山地车的车队 也是现在路上能够常见到的风景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 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户外骑行也逐渐成为了新的流行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 自行车和相关装备的销量也在直线的上升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虽然现在骑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均价过万元的专业及自行车也并不罕见 但不少业内人士却向媒体表示 想单靠卖自行车盈利 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6月13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显示 吉利董事长李舒福持股58%的公司 星际时代计划收购手机品牌魅族近80%的股权 之前李舒福就已经展现出了他对于手机领域的兴趣 根据晚点财经的报道 吉利控股下的星际时代 在去年宣布制造高端手机之后 申请了一系列专利商标 并且陆续从小米OPPO等公司挖掘人才 李舒福在去年9月的时候对外表示 要把安全可靠的一部分成果转移到汽车中应用 实现车机和手机软件技术的紧密活动 最近相信大家都被两位跨界的直播大佬刷屏了吧 就在前天罗永浩宣布将会退出直播圈 并且暗示他已经通过直播收入还完了大部分的签款 同时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东方甄选 也靠着幽默风趣的双语风格大获出圈 就目前的直播行业从业者来说 从最初的草根网红再到央视明星 现在还加入了包括翘江南的张兰 搜狐的张朝阳在内的各大企业家 可以说跨界带货现象已经卷出了新高度 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 6月14号 纽约时报报道称 Google AI伦理研究员布雷克勒木瓦纳公开宣称 Google的AI聊天机器人Lambda有了意识 并且它具有和人类7到8岁孩子相当的感知和表达思想的能力 Lambda是Google构建的聊天机器人系统 通过从互联网上提取数万亿个单词来模仿语音 Google的AI伦理团队进行审查之后 最终驳回了布雷克的说法 并且表示他违反了公司的保密政策 目前已经将其停止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在有趣又有福利的生动合作社之后 马上和你来关注一下 疫情之下火爆到出圈的骑行 为什么不是一门好生意呢 嗨你好呀我是孟一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动合作社 这里有我们的品牌合作伙伴 也有我们一起为听友精选的福利 本期合作伙伴是星巴克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 这个六月真的有些不同 当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一些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瞬间 也能够让我们强烈感受到自在日常的美好 也许是带着你久等的包裹 出现在家门口的快递小哥 也许是你家楼下重新开门营业的夫妻老婆店 又或者是周末骑行的路上认识的新朋友 当然也有可能会是一杯 可以堂食享用的新品咖啡 就在前几天我约上了我们早咖啡的小伙伴 一起去北京一家星巴克的门店 品尝了一杯星巴克在这个夏天 刚刚推出的全新冰咖啡系列 星巴克冰镇浓缩 和传统意识浓缩咖啡有所不同 星巴克冰镇浓缩采用了全新的 冰力震摇咖啡调制技巧 你会看见咖啡师将刚刚萃取出的滚烫意识浓缩 在十秒之内淋在冰块上 滚烫的浓缩咖啡通过层层冰块迅速冷却 而极易消散的香气也被最大程度的锁定 接下来就是你见证一杯冰咖啡摇滚换变的时刻 随着咖啡师有节奏的用心震摇 原本静静躺在杯底的意识浓缩液 会与冰块和风味糖浆充分混合 同时还能将更多的空气 装入意识浓缩丰富的油脂层里 让油脂放大成细密的咖啡泡沫 最后再倒入轻盈的植物奶 于是一杯泡沫绵密 口感丰富的冰镇浓缩 伴随着咖啡机愉悦的轰鸣声 和冰摇壶的碰撞声 就这样来到了你的面前 拿起这杯冰镇浓缩 你会发现杯中有三层变化交融的分层 就好像是一杯放大版的意识浓缩咖啡 喝上第一口 先感受一下富裕绵密的泡沫充满整个口腔 然后你可以尝试轻轻摇一摇杯声 这个时候再品尝一口 除了可以体会到丰富的层次 还能尝到意识浓缩明显的焦糖甜感 和燕麦奶特有的香气 当喝到底层的时候 你将直击这杯冰镇浓缩的灵魂 一口下去 感受一下专属星巴克深度烘焙的厚重强烈口感 和饱满浓郁香气吧 目前星巴克推出了海盐焦糖和大西地香草风情 两种口味的冰镇浓缩 不过我们也得知未来喜欢尝鲜的你 还可以尝试选择不同的咖啡豆奶类以及糖浆 自行搭配组合来打造出为你量身定制的专属冰镇浓缩 这个夏天我们也想邀请你一起来喝一杯咖啡 本期生动合作社也为你准备了星巴克咖啡兑换券 只要参与我们的活动 就有可能获得免费喝星巴克咖啡的机会 具体的参与方式请查看我们节目的show notes 也期待着你和我们一起发现自在日常的美好 好了本期生动合作社就到这里 下面继续今天的清解读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说到自行车我猜没有人会觉得陌生吧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每个家庭拥有一辆自行车 曾经被视作是繁荣的象征 自行车亡国也一度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公交系统的逐渐完善 再加上汽车电动车的普及 自行车也从我们的主流交通工具行列当中退出了 不过如果你最近留心观察的话就不难发现 这两年特别是今年入春以来 路上骑行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根据旅游平台马蜂窝的数据 今年清明假期期间 骑行的相关搜索热度平均涨幅超过了70% 在北京长安街复兴门桥 已经成为了骑行入门者的打卡地点 最热闹的时候 北京的长安街甚至还出现了自行车堵车的情形 那除了市区骑行 更多的人也在解锁郊区 以及风景更好的路线 比如说上海长宁的外环生态绿道 就受到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欢迎 骑行热也带动了自行车和相关装备的销量 淘宝数据显示 今年520大促期间 淘宝自行车的销量增长 一度超过了50% 而在京东 骑行品类的预售订单额 是去年同期的2.4倍 一些热门的车型甚至出现了一车难求的情况 时光流逝40年 大家为什么现在突然又需要自行车了呢 根据36克的分析 反复的疫情是人们现在选择骑行的首要原因 防控之下静态管理 交通管制等等措施 让一些人重新将骑行纳入了主要的逮捕通勤方式 更重要的是 在疫情的不确定因素和聚集风险之下 人们对于休闲娱乐的需求很大一部分 都转移到了户外休闲和运动上 而骑行也是在这一波的潮流当中 除此之外 社交媒体对于骑行热的传播 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 在小红书上搜索骑行这两个字 会出现超过92万篇以上的相关笔记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分享着各个城市不同的骑行打卡路线 当然城市骑行受到欢迎 也离不开基础设施和地方政策层面的支持 比如说北京自2019年起 持续推进慢行系统的改造升级 包括拓宽非机动车道 设置自行车路口信号等等 中国交通发展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 去年北京中心城区慢行交通出行的比例 也创下了近十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 一大波骑行爱好者上路了 和八九十年代纯粹的代步需求不同 现在的骑行不仅仅是一种更加贴近户外的运动方式 也是一种能够不断产生课金玩家的爱好 36科的文章介绍到一旦你加入一个骑行社团 骑行的花费就会立刻上升 一两千的山地车在社团里会排到食物链底端 大部分骑行者对于山地车公路车的入门预算 都在五六千甚至是上万元 三五万的自行车在骑行圈里 也开始显得并不稀奇 除此之外 从头盔 骑行服 骑行手套 再到水壶架 车所 踏平的马表等等 一套装备下来少则几千 多则上万 有骑行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2022年的骑行 已经是和摄影一样 穷三代的活动了 爱媒咨询报告显示 中国自行车年度销售的增量规模 大约是300万辆 其中5000元以上的车型销量 大约有100万辆 这也就给中高端自行车市场 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骑行运动的出圈 线下零售门店也迎来了 门庭弱势的时刻 根据了解一些热门车型的交货期 甚至长达一年之久 按理来说 需求大到一车难求 自行车行应该是赚到盆满钵满 但是根据CBN Data的文章 虽然销量上升了 客户也多了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 自行车店的店主来说 卖车仍然是一门苦差事 那这背后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 自行车门店属于重资产生意 目前主流的自行车店 分为官方旗舰店 加盟店和代理商店这三种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门店 一家自行车门店的店铺面积 都不会很小 特别是一建城市的门店 通常都在100平米以上 根据2021中国商业地产租金指数研究报告 去年下半年 全国百街商铺平均租金是 每天每平方米24.82元 那这样平均算下来的话 一间普通的自行车门店 一年的租金成本 至少需要几十万 那除了租金和备货的投入之外 店内还要配备一到两名 能够提供修车组装 和其他后续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 以及各种自行车的组装和维修专用工具 因此运营一家自行车门店的成本并不低 原因之二 自行车产品整体毛利率不高 事实上 传统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低附价值制造业 特别是中低端品牌自行车 由于没有明显的技术或者是设计优势 行业整体呈现品牌集中度低 利润空间不大的情况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网的报道 长期以来 老牌自行车企上海凤凰的自行车业务毛利率 几乎就没有超过9% 再加上前几年共享单车的影响 更是给行业留下了一地鸡毛 与此同时 原材料成本上升 关键零部件进口受疫情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都让行业下游的企业 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利润压缩挑战 这也就意味着 为了获得更高的盈利空间 自行车的品牌商和经销商都必须向高街走去 根据36克的报道 进口品牌的高端自行车因为税费等因素的影响 毛利大约在20%左右 国产品牌的高端自行车毛利能够达到30%到40% 但是因为国产品牌自行车整体单价不高 所以即便是40%的毛利 盈利空间也很有限 而相比之下一块飞盘的毛利有70% 远远超过自行车产品 原因之三 销售量受季节因素影响明显 虽然相比以往来说 现在骑行的人多了 买车的人数也在增长 但是自行车是一个典型的户外运动 骑行体验直接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所以自行车的销量也是随着季节的变换出现很大的波动 有业内人士分析到 冬天的销售额相对夏季会下降近一半左右 春季的销售情况又会比冬天有所好转 而且地理位置越靠北 季节所导致的销售差异就会更加明显 来自CBN Data的报道介绍 不少北方地区的经销商反映 北方城市寒冷的冬天 会让作为消费主力的入门车友暂时远离骑行 东北内蒙古地区 由于冬季极寒 部分车店甚至会在冬天闭门歇业 或者是转而售卖其他运动产品 既然自行车本身难赚到钱 那么从业者在骑行领域还有哪些可以想象的盈利空间呢 根据CBN Data的介绍 自行车销售往往不是车店唯一的收入来源 车店的收入还有配件销售 保养维修和社群活动等等 对于城市骑行爱好者来说 更加倾向于围绕着自行车本身 做一些个性化的自我表达 买车之后相关的常用配件也要置办起来 除了骑行服之外还要置办各种行头 比如说头盔 前后灯 手套 背架等等 而配骑这一套差不多要1000块钱 根据业内人士介绍不少户外运动品牌和骑行结合的更加紧密 所以在服饰品类上有一定发掘的空间 另外再来说到车店利润最高的部分 就是维修与保养 比如说雨天骑行后的清洁维护 定期的保养和机械的调试 通常来说一次小的保养大约要200元左右 更加复杂的保养要400元左右 有的大型车店也会提供Fitting服务 也就是量身定制适合用户的自行车参数 那这部分的服务 主要针对的是进阶爱好者和专业用户 而这部分的价格也是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除此之外 商家还会借骑行活动为不同的消费场景做引流 比如说一些策展商会联合当地的骑行社群 和咖啡店书店民宿做合作 在实现骑行爱好者社交需求的同时 点对点地为商家带去一些流量 而一些自行车运动用品的品牌 也会定期的领头开展一些公益骑行活动 为爱好者带去专业知识的同时 提高品牌在重点人群的知晓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骑行不管是作为一项运动 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自我表达的方式 它都代表了当下我们对于户外 对于自由出行 以及社交的渴望 所以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喜欢骑车出门 如果是的话 骑行的路上遇到过什么样 让你感受到重回日常的瞬间吗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当然也欢迎你点击我们的show notes 参与我们的活动 和我们一起发现重回日常的美好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我们在这周五一早再见了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 明明不不不不不 Alsoa